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收看 羽球蜜蜜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羽球蜜蜜 欸阿澤 我們上次那個 深度評測那個D66 欸 知道很多人喜歡對不對 屁啦 球拍再見 好啦 球拍在這裡 想要藏都藏不住 欸你最近很喜歡搶鏡頭 是不是最近快要把你關箱了就不爽 反正今天我們就來開箱從 YONIX的EXPO6這條球線 那在評測之前阿哲 我跟你講為什麼我們那麼晚開箱 最近的話球拍有一點多 對不對開箱很多球拍 會員就很爽 拜託不要上咖啡玉球謝謝 然後草莉有四支球拍要開 90K2的椅子大家都在吵90K2 結果還沒拿到的吵什麼吵 完死了 我也很想要開阿對不對 我沒有什麼EXPO6 5加AX7G Pro這樣開喔 我沒有這樣開喔 你看我都是分兩集 把誠意拿出來給大家 好不好OK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一下這一條 EXPO6 5 來火車來了 好開箱之前我先說 為什麼我不用AX7G Pro加EXPO6 5 欸這很簡單吧 AX7G Pro打起來怎麼樣你哪知道 那條線打起來你哪知道 兩個不確定因素加起來在一起怎樣 會變殺那牛丸 這塞啦怎麼可能對不對 欸我跟你講一定還有觀眾想要嘴 阿你用900B 阿配EXPO6 5 阿那你就知道 你最近不是打風贏800嗎 抱歉 我告訴你 風贏800 才打一年多 這個我打了快四年 那你覺得我對哪些球拍比較熟悉 想嘴 沒有抓到了喔 我們先從外觀包裝開始 從外觀包裝來看呢 這兩條線呢 都叫BG661M 阿董 幹什麼東西 怎麼會這樣子阿董 上班太累了 拿錯了 欸扣心水喔 扣心水 欸阿澤把兩口都拿661M是怎樣 欸今天不用評測 耶 關箱 沒有啦 好啦 欸這個YONIX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 為什麼把它做得那麼像對不對 幾乎一模一樣 好 這個幫忙OK 後製幫我加上一個EXPO6 5的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OK 外觀包裝來看的話呢 欸這兩條線呢 因為大家一定會把0.65的線 一定會想要跟661M比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拿661M來跟大家講一下 從外觀方面來看的話呢 兩條線長得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但是耐久度有差別 急球音有差別 但是沒有差多少啦 但是欸 661M的急球音比較好 但它的耐久度就沒有像EXPO6 5這麼好 阿澤你們兩條線穿的價錢應該是一樣的吧 不要 在台南這邊目前是一樣的啦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阿澤 你先講一下你穿起來的手感怎麼樣好不好 你覺得這條線的特性就怎麼樣 這條線的話 穿起來的手感比較 感覺偏軟一點 打感會偏軟 是不是 OK 而且它表面也比較光滑 欸 沒有像DDO那樣子抽抽 搖搖的 那你覺得會不會捲線還怎樣 捲線的狀況我覺得還好 喔 講到捲線就要講到那個誰 SKY SKY 超級捲線王 超用U5 真的 到後面都開始頭搖又沒擺 再來咧 你就這樣覺得光滑 那這個應該跟661M差不多喔阿澤 感覺不太像 因為661M的 穿起來手感會稍微硬一點 真的喔 這是阿澤傳染師的說法啦 那這次給我設定什麼 32磅 張忍一般法 喔 張忍基本嘛對不對 對 OK OK 我們直接做法律測試 把它撐到32磅 好不好 然後就走張忍 OK 然後用我最熟悉的球拍 你看我誠意有沒有很夠 好 試打階段 好大家都看完試打影片了也聽到那個聲音 聲音蠻脆的吧阿澤 我覺得我那個聲音搭起來蠻脆的 可是阿澤你是不是覺得蠻脆的 阿真的喔 我上去打的時候低感之後 欸就覺得喔 這個就是細線 這個打起來就是細線的不安定感 很明顯的不安定感 先說優點 再來說缺點 優點呢就是說 致震效果蠻好的 就是打起來 欸球拍不太會震喔 其實我記得球拍比有時候打起來稍微有一個共鳴狀態 可是這條線穿上去之後 欸喔 就是說它的致震效果蠻好的 然後再來是蠻省力的 打這條線可以省力一點打 就是輕輕鬆鬆打 那它的打感呢我覺得是偏軟的 就像阿澤說的 是偏軟的 然後再來是呢 也是滑線 這線可以不要這麼滑嗎 說實在的 然後缺點 我的缺點是覺得說 這個線 你只要大力打 根本就是 就飛出去了 我就殺球也很用力殺的時候 欸喔 欸怎麼球飛那麼遠 就是它沒有到彈喔 可是它也沒有到咬球 所以就是會 你可能預設的弱點 可能在發球線後面兩步 結果它殺出去之後 可能到發球線 或者是倒數第二條線那邊去 就是它的弱點會變長 這是我不喜歡它的感覺 然後它大力打 真的非常難打 我真的這個線的打感太軟了 而且說實在我對我來說 這個線的打感是非常糊的 我記得我都已經穿32磅 我還用力打的時候 怎麼會有那種延遲感 就是很不安全的感覺 應該就是說 你打到球的 起球感沒有這麼重 對啊 你可以打得比較輕一點 然後反而輕輕打很好打 輕輕打這樣 這個球線 打起來啊 在發球啊 往前的輕推跟切球 和一些摩擦球的打法的時候 其實這條線算蠻好打的說真的 可是如果你要 重插 重殺 重抽 重扣 的時候 它不會給你什麼安全感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女生蠻適合打這種線 然後你是中間場的人 可以打這種線 你是那種喜歡 在那邊 那邊 打球的人 可以用這個線 但是如果你要跟人家看你的時候 這條線 可能沒辦法 做到這件事情 好啦 大家一定會喜歡這個東西 PK時間 PK時間呢 我們就會用同樣的品牌 或者不同的品牌產品 來做這個相似的比較 YONIX的跟自己比的話呢 一定是665UM 已經想要比嘛 因為你看到0.65的線出來 你一定會覺得說 那這條線一定是 要跟66UM來尬的嘛 對不對阿德 你先要來做對比 對一定要來做對比的嘛 對不對 好來0.65的線 如果你是本身是 喜歡打66UM的人呢 你就打66UM就好了 不要再來換XBO65 哈哈哈哈 因為我就XBO65的 對我來說個性沒有很鮮明 如果你要打XBO65 你不如就打XBO63就好了 XBO63還比較坦 個性還比較鮮明而已 對不對 阿德 對 那如果你覺得XBO63的耐久度 沒有那麼高 那你就打XBO65吧 我會覺得說 XBO65這條線 個性沒有那麼鮮明 打桿單狐 然後相對來0.00的1號線 也是0.65 對不對 1號線的打桿呢 1號線比較硬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1號線還不夠 那麼爛的話 你可以來打XBO65 想要再更輕鬆打一點 可是XBO65的 自證效果 是比1號線還要好的 會 這是沒有錯 但是打桿來講的話 1號線會硬一點點 所以這個給你們比較 勝利的 66N 雖然66N不是0.65 對不對 0.66 但是66N的打桿 那時候本來就是要來打 打擊這一條 661的嘛 對不對 66N打桿也是偏異 OK 那你覺得66N打得不怎麼樣 可以來換XBO65嗎 不用換 哈哈哈哈 幹你那個表情我也看得上 不用換 對 你們都沒有看到那個鏡頭後面 阿哲那個表情 多邪惡 他那個黑人問號的表情 OK 好啦 阿哲的答案應該比較明顯 喜歡打6N就打6N 喜歡打6N就打6N 不要換 拜託不要換 再來咧阿哲 你們店的神仙 頭整的ION65 來 ION65其實也算是 他算是更硬打桿的 真的喔 ION65更硬打桿喔 對 漂亮喔 他的打桿會比66UM的打桿還要再硬一點 跟XBO65 差蠻多的耶 就是最硬的是ION65 然後再來是66N 應該說ION65 然後再來的話是66UM 其實兩個66N跟66UM 其實兩個差不多 就是ION65 66N 66UM 1號線 XBO65 對不對 XBO65就是打桿最軟的 這是很軟的 這打桿真的蠻軟的 OK 所以這幾條線呢 你們都可以去參考一下 OK 那ION65 66N 66UM XBO63 1號線 這幾條線你們都可以參考一下 還是大家有什麼 想要我們再加入數據比較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討論一下 OK 那以上呢 這就是我們對這條 YY XBO65 這是66 吃啊 掛一下 掛一下 XBO65的開箱 那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都要講 但是不要批評 拜託 就是給意見就好 不要賣 OK 我們讓旅球環境更好 OK 期待再見囉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在我們IG 然後到我們的臉書粉的那裡呢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接再見囉 接 tilt 們